上一讲你知道了 基因是生命舞台上的绝对主角 接下来的三讲 我要帮你完整的全景式的理解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基因是如何运作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大问题拆解成三个方面 第一基因是怎么展开成活生生的生命的 我称之为基因决定率 第二在决定的过程中 基因是怎么工作的 我称之为基因工作率 第三从生命诞生的40亿年前到现在 基因是怎样演化自身 迭代更新的 我称之为基因演化率 了解了这三大定律 你就能全方位近距离的看看 生命这场恢弘大戏是怎么上演的 这一讲我们就先来说说基因的决定率 看看基因是怎么形成生命的 基因由ATGC这四个字符组成 从物理概念来看 基因上的信息是一维的 而我认为生命可以被拆解成三加一个维度 三维是生命的物理存在 而第四维是生命的行为认知能力 首先 一维的基因怎么就变成三维的生命了呢 你知道 人体就是从一个兽精卵发育而来的 兽精卵是由父亲的精子 跟母亲的卵子融合形成的一个细胞 一个细胞居然能长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好像真有点匪夷所思了 难怪几百年前 当古人刚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甚至会认为 在最初的细胞里面 是不是藏着一个很小很小的小人 然后随着营养的摄取 这个小人逐渐长大 长成了大人的样子 后来我们知道 兽精卵里并没有藏的小人 真实的故事是这样的 兽精卵会不停地分裂 一变俩 俩变四 四变八 八变十六 一直分裂出人体里的五十万亿个细胞 当兽精卵分裂到八个细胞的时候 每个细胞还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从八个细胞以后 每一个细胞的命运就发生了变化 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细胞都出现了 不同的细胞里含有不同的蛋白质 具备了不同的功能 有的细胞里含有胶原蛋白 组成了皮肤 时刻保持弹性 还得抵挡病菌的入侵 有的细胞含有胶原纤维 组成了心脏里的肌肉 负责让你的心脏一刻不停的跳动 说到这儿 我需要简单说说 这些蛋白质是怎么来的 蛋白质是基因表达的产物 每一个基因都能生产出一种蛋白质 基因的表达分为两步 第一步 基因在一些蛋白质的帮助下 把信息拷贝成另外一种物质 RNA RNA就是基因变成蛋白质的中间人 因为它能够准确的传递信息 所以我们也叫它信使RNA 第二步呢 就是信使RNA将这些信息 运输到蛋白质的核重工厂里 生产出蛋白质来 基因就是这样生产出蛋白质了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在细胞一分为二的时候 基因也被完整的复制了一份 所以身体里所有细胞的基因 和受精卵的基因是一模一样的 那为什么它们产生的蛋白质不一样呢 这是因为啊 每一个细胞啊 只有不到一半的基因在产生蛋白质 因为基因表达的不同啊 所以每一个细胞含有的蛋白质也不同 总的来说生命的信息就这样 不断的从基因里传递出来 产生出了各种各样的蛋白 形成各种各样的细胞 最终构成了我们的生命 这个过程听上去顺理成章 不过生命从一维到三维的过程里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困扰了科学家好多年 直到最近才知道了答案 这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基因是怎么表达的 也就是说谁是基因剧本的第一个读者呢 你可能会说基因形成信使RNA不是需要蛋白质帮忙吗 受精卵里带几个蛋白质不就行了吗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 为了在孕育生命的过程中轻装上阵 镜子和卵子里啊 除了DNA 其他几乎什么都没有 没有蛋白质 DNA自己又不会读自己 那谁来读取生命的第一个基因信息呢 有本畅销书叫从零到一 认为从一到无穷大比较容易 但是从零到一这个过程最为艰难 我非常同意 最新的研究表明 读取生命第一个基因信息的 其实是母亲的卵细胞里带过来的信使RNA 这些信使RNA就像是受精卵娘家带来的彩礼 会先自己产生蛋白质 然后再去读取生命剧本里的第一行字 启动生命的第一个信息流动 现在我们知道了基因是怎样三维展开的 但这只是第一步啊 一个不会说话不会动的生命可活不了 生命还有第四个维度 也就是行为认知能力 那么基因是怎么决定这第四个维度的呢 行为认知能力看起来很复杂 其实背后的逻辑很简单 所有的行为都遵循一个三级的反应链 第一感受信息 第二判断抉择 第三做出反应 不管是简单的动物还是复杂的动物 甚至是人都是这个套路 感受信息需要感受器 判断抉择需要处理器 做出反应需要反应器 这些器官都是由蛋白质组成的 而这些蛋白质都是基因编码的 这就是基因决定了行为认知能力的基本流程 如果基因出现了变化 我们的行为认知能力就会随之改变 这听起来可能很抽象 我来举个例子 我们眼睛的失望膜里 有很多感光的蛋白质 就是基因编码用来感受颜色的感受器 你可能知道 有些人是红绿色吗 他们没法分辨红色和绿色的分别 这原因就是他们一个基因发生的突变 导致他们眼睛里的感光蛋白质 不能够区分红光跟绿光之间的波长差别 感受器发生的变化 最终影响到了他们的行为 他们没法分辨红色和绿色 当然也就没法分辨红绿灯 所以各国法律都会禁止红绿色盲的患者开车了 三级反应链虽然能解释一切的行为 但是不同行为之间还是很不一样的 大体上我们可以把行为分成两类 第一类叫做本能行为 比如说饿了就找东西吃 或者大老远看了天地来了赶紧跑 第二类叫习得行为 意思是需要通过学习 对获得的信息进行处理和储存 积累经验 下次行动时候能够更好的表现 比如说跟同伴的息息交流 或者是跟天地搏斗 这两种行为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先看看本能行为 拿一个最简单的生命举个例子 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种细菌 叫做大肠杆菌 它们铸扎在我们的肠道里 与我们终生相伴 别看它们很简单 只有一个细胞 但是它们天生就会主动的游上食物 逃离迪害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大肠杆菌的细胞膜上 有很多感受器蛋白质 来感受外界的化学物质 如果环境里还有过多的氢离子 话句话说有强酸 细菌的感受器 马上就会被氢离子激活 发出信号 强酸来了 收到信号的处理器 马上决定赶紧跑 然后细菌的反应器边毛 就好像低配的腿和脚 让细菌往强酸的反方向逃跑 从这个例子里 你能看到 本能行为的三级反应比较简单 大肠杆菌只要检测到有强酸 就会马上逃跑 处理器不需要对酸性信息 做进一步的处理 不需要知道有多酸 是什么形式的酸等等 这就是本能行为的特点 处理器不会储存信息 而习得行为 就需要对信息进行处理和储存 我们来看看细菌 跟天敌厮杀的场景 细菌的天敌 是比自己更小的细菌病毒 氏菌体 氏就是吞噬的氏 顾名思义 氏菌体专门感染细菌 通过牺牲细菌来完成自身的繁殖 氏菌体感染细菌的方法很巧妙 它能把自己的DNA 像打针那样 注射到细菌里去 然后用细菌的蛋白质 为自己工作 复制出很多的氏菌体 完成繁殖 细菌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了 当氏菌体的DNA 进入细菌的时候 细菌的感受器蛋白 马上就会侦查到 天敌的DNA出现了 接着处理器会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处理 能把氏菌体的DNA信息给储存下来 存到自己的基因里去 就好像用人脸识别系统 记住罪犯的面容一样 这样如果氏菌体再来 处理器就会把这些DNA信息提取出来 生产出一段 专门瞄准这段DNA的RNA 指挥DNA切割为 把这个再次来犯的DNA准确的干掉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奇德行为 虽然反应器还是三级 但是处理器却大大的复杂了 包含着对信息的处理 储存以及提取 你觉不觉得 这个细菌的保卫战很厉害呢 其实它就是大名鼎鼎的 CRISPR-CAS系统 这个系统在2012年被人类发现 开启了基因编辑的时代 成为人类操纵生命的利器 所以说 基因通过编码三级反应链中的 感受器 处理器和反应器 决定了生物的本能行为和习德行为 无论是单细胞的生命 还是复杂的哺乳动物 你都能发现这种感觉 抉择处理的三级反应链 这个原则也适用于人类吗 当然了 人类也必须遵守基因的自然法则 不过 人类的行为认知模式 更复杂了 与其他生物不同 我们出生以后 不再需要去躲避天敌了 面对的外部世界 也不再是丛林大海 而是复杂的人类社会 为了在社会中生存 我们得学会跟其他人相处 得有或多或少的待人处事能力 为了养活自己 我们还得通过多年的学习 积累知识 获得技能 并通过与其他人交换技能 获得生存的资源 这一切比大肠杆菌面临的环境 复杂多了 所以人类行为的三级反应链 也展现出了非常复杂的形式 我们的本能行为已经很少了 几乎所有的行为都是习德性的 我们的感受器 除了动物也有的视觉和听觉以外 还能处理复杂的语言和文字信息 这一切则演化成了独一无二的大脑 反应器除了躯体运动 还有人类独有的语言和文字 能够委婉或直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总结一下 这一讲我们讲了基因的决定律 首先 基因决定了生物体的三维展开 从受精卵形成一个生命体的过程 需要DNA到蛋白质的信息传递 而生命的第一个推手 是卵细胞扬家的彩礼 其次 基因还决定了生命的第四个维度 行为认知能力 所有的行为都是通过感受 抉择 反应 这个三级反应链来进行的 而感受器 处理器跟反应器 都是由蛋白质组成 基因编码的 人类社会虽然复杂 但也遵从三级反应链 只不过表现的形式更为高级 下一讲 我要讲的是基因的第二大定律 工作律 看看基因 这个生命舞台上的主角 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我们下一讲见 讲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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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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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